那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短片的话 我们首先要先下载剪映 剪映光网在这边 直接上档前进下载光网 然后安极安装后就会有剪映 去GPT我会先这样问他 假如我要做一个富士山的文案 富士山文案 我会跟他讲说 好我会跟他讲说 建议帮我写一个浪漫富士山的文案 浪漫富士山文案 这边我也写一个 就请你给我一个500字的口白文案 口白文案 他就写写写 然后我也跟他讲说 你帮我改成澎湃文字稿 这时候澎湃文字稿 我就可以把它 我看了满意 我就不要修改 我就可以把它复制 复制了以后 请你打开 就是剪映 剪映打开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创作 你可以点 图文成片 不限时长 这时候你可以写主题 富士山 然后生成文案 这是他写的文案 我们不喜欢 可以把刚刚的文案贴上去 然后我们这时候可以用 如果也能用男生的 就男生的生意 或是说直接点生成视频 那你可以用本地素材 或是用智能匹配素材 这时候剪映 他就会去找适合的影片 然后做匹配 生成就会打开 这时候我们可以打开一面 听听AI我们做的 独自踏入河口湖畔的清晨 我被这里特有的宁静所吸引 空气中的一丝凉爽 伴随着出生的阳光 透过薄雾 让富士山的壮丽轮廓 渐渐清晰 这座山 以其坚不可摧的姿态 展现了自然界的雄伟 我那个素材导入 我的素材导入从哪里导入呢 我从富士山 这时候把所有影像做导入 这时候我们可以保留 下面的寿司 然后我们去寻找我们的画面 寻找我们的画面 譬如这边 我可以用第一个画面 上称轨它就会搭在影像上面 我们这里看着节奏来简介 独自踏入河口湖派的 好 这次画面我们让 到一个车子动的 接近河口湖的画面 就是说切点 滴滴掉 拉来前面 我被这里特有的宁静所吸引 空气中的一丝凉爽 伴随着出生的阳光 好 到阳光切掉 再找后面的画面 这边可以 我们把它滴滴掉 把它拉到前面来 透过薄雾 伴随着出生的阳光 透过薄雾 伴随着出生的阳光 透过薄雾 让富士山的壮丽轮廓 渐渐清晰 渐渐清晰 应该要看到富士山了 我们这时候拉的 富士山比较接近 这时候滴滴掉 让富士山的壮丽轮廓 渐渐清晰 这座山 有惨可 我们得要拉 吸附起来 点清晰 这座山 以其坚不可摧的姿态 展现了自然界的雄伟 点清晰 这座山 以其坚不可摧的姿态 展现了自然界的雄伟 激发起我心底深处的敬畏 好 到敬畏 剪掉 那后面有没有合适的画面 我们用树印当个转场 树印当转场 这时候也是在那边剪掉 滴滴掉 缩小 拿回来 展现了自然界的雄伟 激发起我心底深处的敬畏 严重湖边 一样有参科 吸过来 激发起我心底深处的敬畏 严重湖边 我缓缓前行 每一步都似乎拉近了我与这份宁静的距离 湖面上 富士山的完美倒影 如镜一般映照着山峰的每一个细节 看前面这边应该让富士山 接近近来就出现 这时候我们把它 再修行一下 激发起我心底深处的敬畏 严重湖边 我缓缓前行 每一步都似乎拉近了我与这份宁静的距离 湖面上 湖面倒影我们再去用别的 好 这是湖印倒影 湖面上富士山的完美倒影 如镜一般映照着山峰的每一个形 好 我们由 攀过去攀回来这个部分 剪掉 好 拉近来 好 这时候为了让画面看 有点看久一点 我们在我寻找这个地方 在声音轨这边 我们做个切断 我寻找到我们找一个另外一个画面 这是带人走路在看到 好 富士山 拉平 这都看一下 好 看 这个是水分 就好像比较滚的固定 这都可以看好 好 看好 安静地坐下,让自己完全沉浸在这份独特的宁静中 我的视线紧紧锁定那伟岸的山峰 这时候有点独自走一下 这时候用人的影子搭 切掉 然后把主视觉给掉 自己完全沉浸在这份独特的宁静中 这时候刚动荡太大我们把它抵掉 没有话,太不舒服 自己完全沉浸在这份独特的宁静中 我的视线紧紧锁定那伟岸的山峰 那时候我们让语音快一点点 我会做个快动作 快动作的方式就是在变速这边 你把速度变成 好 看一下 可是因为这有点sense size sense size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加个效果 加个效果 转场加个效果 就会觉得太突兀 改用不乐 模糊 那伟岸的山峰 庞浮能感受到他那穿越时空的沉默 先用比较写心一点点 好,这时候我们再来继续见 穿越时空的沉默对话 在这沉默中观察自然界的奇迹 奇迹切点 观赏之旅 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 富士山的宁静和庄严 引领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探索 探索 找到了内心的平和 这一刻 富士山成了我寻求安宁与思考的圣地 一个让心灵得到进化的所在 得到进化的所在 离开时 我回望着富士山 心中充满了感激 对于大自然的恩赐 对于这次旅程给予我的心灵启示 我都深甘感谢 我都深甘感谢 富士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不仅代表着自然界的 深甘感谢 富士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不仅代表着自然界的壮丽 更是我心灵旅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未来无论走到何处 富士山给予我的宁静与思考的力量 将永远伴随着我 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第一个我用的是 我可以修它的大小 如果太大了 我会缩小一点点 缩小一点 这时候切两段 熊尾跟断卡 几起一起中间断开 好 断开以后 它就分成两段 白色 加上去 这是我贴上我要的字 因为字太大 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这样可以帮它加一个字幕 这样可以帮它加一个效果 远伴随着我 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OK 这样就是这个结束 可是这是我们要上上音乐 那音乐怎么上呢 音乐我们就去找 然后尾巴的地方 我们刚好结束 就是说彩兜 然后音量的控制就是 我一直不要抢过 抢过影像 我会降5db 就是说好之后 我就会做汇出 导出汇出的话 就要选择视频跟SRT一起汇出 这时候就会选择4k或HD 我会选择是1080p 然后就做导出 导出时间也很快 那我们就会完成 整个导出的作业 好 完成 独自踏入河口湖畔的清晨 我被这里特有的宁静所吸引 空气中的一丝凉爽 伴随着出生的阳光 透过薄雾 让富士山的壮丽轮廓 渐渐清晰 这座山 以其坚不可摧的姿态 展现了自然界的雄伟 激发起我心底深处的敬畏 沿着湖边 我缓缓前行 每一步都似乎拉近了 我与这份宁静的距离 湖面上 富士山的完美倒影 如镜一般 映照着山峰的每一个细节 让时间仿佛静止 事件的繁忧都随之消失 我寻找到了一处最佳观察点 安静地坐下 让自己完全沉浸在这份独特的体系中 我的视线紧静锁定 那伟岸的山峰 仿佛能感受到 它那穿越时空的沉默对话 在这沉默中观察自然界的奇迹 我的心突然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清晰 这不仅是一次观赏之旅 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 富士山的宁静和光严 引领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探索 找到了内心的可责 这一刻 富士山成了我寻求安宁与思考的圣地 一个让心灵得到进化的所在 离开时 我回望着富士山 心中充满了感激 对于大自然的恩赐 对于这次旅程给予我的心灵启示 我都深感感谢 富士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它不仅代表出自然界的壮力 更是我心灵旅程的一个重要旅程碑 未来无论走到何处 富士山给予我的宁静与思考的力量 将永远伴随着我 成为我前进的动力